因為我覺得創造就業創造事業 它都不是單純個人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啦 某種程度上其實它是 你不太可能是毫無理念的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大概把 因為我是1980年次的嘛 所以今年2016年 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是36 那其實我真正 我大概把我20歲到30歲 跟30歲到40歲做兩個切割 所以你剛剛問的問題是說 那五小站跟雅虎屬於我20歲到30歲之間 那其實學生的時代 那時候其實說 因為沒有想那麼多講真的 那時候你說做五名小站其實就是好玩 因為你在20初頭歲的時候 在學校唸書 然後莫名其妙跟同學搞了一個網站出來 現在大家做網路創業其實很稀鬆平常 就是大家都在談嘛 可是你想想看在200 2003年那個時候 在談所謂的網路創業 你們可能不知道就是說 那個雅虎奇摩嘛 雅虎變奇摩嘛 大家應該都知道說 Docombubble就是這個網路泡沫化 這個是1999 2000年 2001年的事情 但是事實上 這個網路泡沫化 在對台灣而言其實影響沒那麼大 尤其對消費者來說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主要泡沫的是美國的公司 然後美國的NASDAQ的產業 可是對台灣互聯網 Internet網路 不管用什麼名字來談 它造成台灣的影響最大的事情是什麼 是雅虎變奇摩 這個對台灣的消費網路產業來說 才是最大的影響 因為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之前 其實 基本上就是本土的網路產業 只有在那個時間點 才有所謂的國際性的公司 然後對 所以那個時候剛好是我大肆升溯液的時候 那 其實那個對我們造成很大很大的衝擊 就是 因為 我們從高中開始用奇摩 然後奇摩也是台灣當時最成功的 這個算門戶網站 Porto 那 突然之間有一個國際的大公司來併購它的時候 而且 就覺得說 欸 網路好像真的可以改變什麼事情 所以其實 那個是 後來回想 因為當下沒有想過 然後 後來回想 其實好像 某種程度上 這些事情有點 啟發了我們什麼事情 所以 在那個時間 然後 我們小段主要是簡直於做的 然後 那我跟他大學就是 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關係 那 也是在那個時間點 我們就談了很多 很多就是對於未來的網路的想像啊 然後 突然某一天 他就做了 無想蛋的雛形出來 那 在那個當下 其實說我們沒有想太多 那我們 因為同學嘛 而且也不是只有我而已 就是很多人 就覺得好玩 就會幫忙 然後呢 其實在學校裡面 其實就 就從 從 五萬個用戶 五萬個 會員 十萬 二十萬 三十萬 到我們要開公司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員已經將近六十萬了 所以 其實 就是 那個成長速度很快 那其實說呢 你說我們到底怎麼做到 其實我們不知道 因為 我們只是 因為那個 我們只是覺得說 這個應該怎麼改 那個應該怎麼改 就是覺得說 好像應該怎麼改會比較好 或是說 有我們的會員跟我們講說應該怎麼改 所以那個過程 在學校之前的過程 其實就是 做產品 然後我們只是覺得說好玩 那 到 然後 要有人投資 從學校技術轉移出來 商業化的過程 那個時候才是真的去思考說 欸 這個 而且那時候也沒人在談創業啊 說真的 那時候我們就是在談說 我們到底要不要開公司 然後呢 未來會變成 其實那時候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然後 而且 因為我講真的 我在雅虎待四年 我們零七 我在雅虎從 零六年底 零七年 然後一直做到 一一年 離開 差不多四年的時間 我們開公司的時間 真的開公司的時間 其實差三年而已 所以其實我 我去上班的時間 比我開公司的時間還長 所以你說創業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 或是無比想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 其實 我後來跟很多人說 因為其實本來我們在學校 又念教大 然後我們又是念理工科 理工佩經 所以其實 在 開公司的前後 其實我還要去應徵 因為 我所有的同學 已經有時候要畢業了 所有同學都在談說 我要去 點發科啦 還是什麼 智源 還是什麼 都是在談說怎麼去這些 這些 園區的公司上班 然後呢 那我們同時間 其實心裡也是徬徨 因為沒有人知道未來 開公司未來 沒有人知道的 那時候只是大家都覺得說 反正我們沒差 反正大不了回去要念書 那時候 那時候其實 不像現在大家會覺得說 有些很大的夢想 所有的夢想都是開公司之後 因為開公司也都會怕 因為開公司也都會怕 然後呢 那時候只是想說 反正倒人回學校念書 也沒什麼關係 然後開了之後就是 就很奇怪 就是 我們就是一樣 就是我們做我們想做的事情 然後呢 就覺得怎麼樣做對用戶最好 怎麼樣做 可以把網站做得更好 然後怎麼賺錢養活自己 其實 那個過程中都在求生存 然後 反而學到 從 我覺得 階段性不一樣 那 但是我覺得很幸運的事情 從 20歲到30歲 經歷了這種 初創期 然後呢 成長期 再到賣掉 再到一個 雅虎在台灣大概1500個人 但實際上在我們賣掉的時候 全球大概有14萬人到12 12還是14萬人 然後我們其實 到 在雅虎的四年當中 大概一般的時間其實在跟 不同國家的團隊在合作 所以其實面對 其實是一個國際的組織 所以那段幾年其實對我來說 而且我大概10年大概有將近 幾乎整年的時間待在美國 所以那個 那個 那個 對我的那種文化衝擊其實很大 因為 現在大家談很多談矽谷的事情 那 我覺得很幸運的是我真的有機會 不算短的時間 待在矽谷工作 那 那個對我影響蠻大的 我覺得說 呃 因為以前從 從你從文章啊 你從這個什麼報導啊 或是 談 當然我不是 我沒有去見到什麼Steve Jobs 或是什麼SKB 沒有碰到這些人 我們就是 在Pala Alto 或是在那個Mountain View 就是 或是在不同公司的Campus 去吃吃他們的員工餐 然後喝喝咖啡這樣子 可是 你知道就是 聽到 所有周遭的人 談的都是最新的東西 談的都是 那些ideas 談的都是說 你這個技術可以怎麼改變 可以怎麼做 然後呢你在 你在Mountain View 你隨便指一個辦公室 Evernote 或是Airbnb 或是這個Dropbox 就是這些公司 那這些公司都是我平常都會用 在用的服務 在那個時候都還很小 所以 就會覺得說 那個是一個很奇妙的氛圍 那個氛圍是你不需要去 上任何課 不需要去 聽任何東西 你就覺得說 你應該要做一點 不一樣的事情 那可是回來台灣之後 就會覺得 這氛圍不太對 你知道嗎 這氛圍不太對 然後 就是 呃 感覺上好像大家對未來 就比較沒有希望 就覺得好像再怎麼做都是這樣子 對 所以20歲到30歲大概 大概是這樣 那其實我回來台灣 就是 我是 10年底回來台灣 然後 那 就覺得說 其實那時候就想離開嘛 離開之後 其實我 等於說 因為我覺得30歲了 那30歲那其實也經歷過一個完整的 一個cycle 那 我覺得真的也蠻少人有這樣的經驗 那我覺得說 呃 大概養 我覺得那時候來講說 大概養的話可以做什麼事 離開的話可以做什麼事 那 我說真的其實我不知道 我離開可以做什麼 其實我不知道 其實我是先辭職的 然後呢 我大概 30歲到30幾歲之間呢 基本上我基本上是 無所事是賢晃的 對吧 那我後來覺得這段時間 對我來說蠻有意義 因為其實 有很多 勞外 可能是在 高中畢業念大學 他可能會去 流浪一年 或是工作10年之後 會去流浪一年 那個 那一年的時間 他們可能叫leap year 或是gap year 其實 就是在你 真正要進入社會之前 先去體驗一下人生 或是說 你工作10年之後 給自己一段時間去沈澱 那 但是在台灣 你幾乎沒有這種機會 因為 你要不工作一年 真的是 對 這個是很大的challenge 然後呢 那 只是說 因為我覺得我蠻幸運的 所以剛好那時候 因為公司也賣掉嘛 所以說其實也有點現金 然後呢 那再來就是 因為我剛從大公司離開 說真的其實我不太願意 再進入另外一個大公司 然後呢 但是如果你要我自己去 找一個題目做 我真的一下子 我還沒想法 所以 就是那時候 那一年當中 其實就是整天 找人喝咖啡 聊聊看 就說可以做什麼事啊 可以做什麼事啊 就是 然後那 也 也 真的就是說因為很無聊 因為 你沒上班 突然一下子沒上班 你會覺得不知道幹嘛 你知道 然後就 沒人看報紙 就真的翻報紙 把報紙看完 然後看完的時候 其實我在30歲之前啊 說真的其實沒有 痾 說真的不太關心這個社會 我講實話 因為念書的時候 其實只關心自己 對啊 然後那 開公司之後 所以只focus在公司 然後呢 開始做 開始進 大公司之後 說其實那個 大公司內部的溝通 其實 就很花時間 所以其實到我 離開Yahoo之間 其實我覺得 這個社會 這個世界跟我無關 對啊 聽起來其實有點 有點 有點可笑 但是說真的是 對啊 那可是因為 真的離開之後 就有點無聊 所以就是 就是那個時間點 就是 然後也開始就是 因為以前也很少念書 就開始會念一些書 然後呢 時間多了嘛 然後呢 就跟很多人聊 然後聊到看不同人的想法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說 痾 又再加上我前一年 去這個 待在美國 然後我覺得說其實 嗯 如果我今天想要做 我今天還想做些什麼東西 30歲到40歲 我還想做些什麼東西 那 痾 要做什麼 因為我就在找 可以做的題目項目 那 就想很久啊 那我也是 就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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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近一年 那時候真的 那時候真的不知道要幹嘛 講真的 因為真的不知道要幹嘛 因為 你知道20幾歲 我剛剛講20幾歲要做的事情對不對 是莫名其妙的 是 反正你沒有什麼 沒什麼包袱 然後你就做嘛 做了失敗就算了 可是你知道 因為你已經做完一個cycle 而且你又 有相對足夠的經驗了 然後呢 你又有判斷 經驗 又足夠的時候 其實說呢 那是一種包袱 因為你會怕 對 你會怕說 這個 呃 這個好像 就是 那個衝動 會比較弱一點 因為你會加上理性 然後呢 加上就是 那時候就會有些人說 曉光你沒問題的啦 你沒問題啦 你看你無法這樣都可以做 你一定沒問題的 你就做 你就做 然後呢 然後他說 然後我就說這種話是毒藥 對啊 因為 沒有你重新開始 每一個人都是困難的 曾經你的過去的經驗 所以你有了人生的閱歷 你有了這個經驗 你有了這個人脈資源 但是你也多了這個 這個包袱 對啊 那有時候隨著年紀越大 其實那個包袱會越來越大 所以你想得越清楚 反正你會越怕 所以其實在那個當下 其實說真的 我會覺得說 欸這個東西這個題目不錯 可是啊這個很難 這個我做不到 那個我也做不到 我想玩所有事情都做不到 對啊 如果二十幾歲就說 不管就先做了 可是到三幾歲 就是覺得 啊這個不行 這我不敢做 就是會怕 你知道嗎 那 就後來就覺得說 那個 那個就覺得說 呃 其實就因緣際會啦 其實做FlyV其實是 因為真的 在那個當下 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麼 講真的 然後 呃 我以前看過一部電影 叫成名在望 然後 almost famous 然後那其實他是講一個 樂團的成長過程 然後 他主要的觀點 是從一個十三歲 十四歲的小男孩 去跟他們 去做水團的紀錄 這樣子 然後 因為我以前大學 玩樂團 然後 那我不是很厲害 就是我是蠻把咖的那種吉他手 但是 就我很enjoy站在台上的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 我覺得 如果說 如果說你要 你要join the game 一定是要站在台上 而不是站在台下 站在台下 只是當觀眾而已 可是問題是 如果 如果我們想要進到更大的舞台去 而我沒有能力站在台前的話 那我們有沒有變成是 搭舞台的人 或是 站在後面變成是站在後台的人 因為你看喔 從後台 往舞台前面看出去 那個view是一樣的 就是 只是轉換做法而已 因為我真的想一想 我覺得說 如果說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 能不能做到說 有機會站在 就像 如果講演唱會好了 我也沒有辦法像五月天一樣 站在可能十萬二十萬人面前 看演唱會 我覺得我做不到 所以我覺得我做不到 可是我有沒有可能 是站在幕後 站在 甚至我只是 架燈光 然後呢 搭舞台 或是說 好一點當經紀人 製作人 就是 任何一個角色的話 如果說我有機會參與那個過程的話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 我覺得那個 那個成就感是 可以分享的 所以其實 做FRIMV 其實概念 最初的想法是說 如果我真的不知道想做什麼 我有沒有能力去做一個平台 然後呢 主角 不是我 主角 是台上的那些人 那 再來就是 我剛剛提到說 其實我那時候看了很多很多的這些新聞啊 或是什麼的 其實我覺得說 真正最厲害的那些人啊 很多人都說 我們做一個平台幫助別人嘛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說 很厲害的人不需要我幫 講真的 其實 真的需要幫忙的是 他可能是已經 走了很多條路 都走不通的 那或是說 他的資源是相對少的 我覺得說如果有辦法做一個平台去 去 而且還不是我幫他們喔 他們只是透過我們的平台 取得 適當的社會資源 所以我覺得說 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你做FRIMV做了這麼多年 那你覺得 那你最 目不到最多錢的案子是什麼 或是說 最有影響力的案子是什麼 或是你最有印象的案子是什麼 其實這都是標準問題啦 可是問題是對我們來 因為我為什麼要花那麼多解釋 我的想做這件事的原因 因為 初衷最重要 如果說我的理論很簡單 已經 你如果可以募到幾千萬是一兩億的 有我沒有我 差不了多少 說真的 我們一定有幫上忙 可是問題是 第一個我們的邏輯是 你才是主角 第二個事情是說 能夠到 能夠做到第一名第二名的人 其實他本身的能力就已經很強了 我們其實只是 錦上添花而已 可是我們這個平台 同時間 如果有機會去幫助到一些 比較 能力沒那麼強的人 或是說 他就是缺 你門一腳的人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平台的意義 我覺得會大過於 就算他們募資的金額 可能是五萬 十萬 二十萬 三十萬 五十萬 聽起來沒什麼大不了 可是比起 募一兩千萬的案子 我會覺得 能夠 能夠有機會幫助到這些人 我會覺得更有成就感 因為 對他們來說 我們是真的有幫上忙 那 對於 募到很多錢來說 其實說呢 我們是錦上添花 反而是他們讓我們賺到一點錢 那 我覺得心態 心態的不太一樣 就是 呃 大概從一、二年開始做FlyMV 到現在其實快四年 那中間其實這個過程 我覺得反而是我自己 包括我們團隊都是一樣 就是說 其實我們從 這些來提案的提案者身上 學到非常非常多事情 因為 很多人來 其實他們就是 很飢渴的 想要去 完成某件事情 然後想要去解決某個問題 那 他們 針對他們想要解決的問題 其實是有 深入的研究的 因為他們想要解決 想要去完成 所以 其實反而是我們受惠很多 我們從他們身上 學到很多事情 那 從 從這些 從這些 所以我常跟他講說其實 FlyMV有點像是一個 小小社會的縮影 就是說 因為 來找我們都是需要錢的 然後呢 那他都是想要解決某個問題 他反映了某一些社會上的需求 所以 可是都是正面的 我覺得這很重要 都是正面的 因為他們想要解決 那錢 說真的 當然錢不是萬能 沒有錢也萬萬不能 可是 你看喔 如果說他們已經可以到說 只要有人支持他們 他們就可以解決某些 問題可能小小的 也可能稍微大 也可能很大 不知道 可是問題是 那種是遍地開花的感覺很好 因為 你會看到說 台灣的民間 很多人 在遍地開花 解決某些小小大大的問題 那 會讓人家覺得說 其實台灣是很有生命力 跟很有希望 因為 現在很多環境 包括媒體都會在談說 就是 台灣的環境很不好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 我看到的事情是說 我們平台是在成長的 所以 所以 我會知道說 這個生命力 這個是 這個動能 還是在 只是它現在還很小 它需要 空間跟時間 去慢慢成長 那如果說 你現在就是 你 如果產業就是說 很追求素效的話 對不對 他們之間沒有一個活下來 那 所以說 不是說 我們多了不起 或是說我們做的事情 多偉大 而是 其實 只是 這個社會 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需求 那 絕大多數人 去滿足那個 另外一種需求 去 幫助 厲害的人 繼續更厲害 那 我覺得我們 我們 我們在做的事情是 我們有點像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中產階級 一個社會中產階級的 一個互助系統 今天 你們幾個 來幫忙我 做某些事情 那明天呢 我們幾個 來幫忙他 做另外一件事情 那每一個人出的力 都是有限的 可是集結在一起 可以形成一小股力量 去把某件事情完成 那這個事情 可以造成一個社會的資源的循環 用民間的力量解決民間的問題 因為有些民間的問題 永遠不會被政府所解決 因為 所有的組織的資源都是有限的 所以 我覺得說 從 從 從所謂的企業管理也好 或是這個組織的管理也好 我們一定都是在談那個 怎麼樣 因為永遠資源都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都在談說 怎麼樣去排優先順序 因為我們要focus 你用 不管用創業也好 或是企業管理也好 我們always都在談 你怎麼樣去聚焦 去 這個focus 所以都在談說 我們可能就是列出 從最重要的 然後到次重要的 排排排排排 然後呢 可是你會發現 你永遠所有的資源 只能處理完 最多前十件事情 這個在企業管理上 是絕對沒有錯的 因為你必須要集中精神 資源去處理最重要的事情 可是所有的人 都會發現說 你的to do list裡面 總之就是有幾百件事情 為什麼咧 因為事情就是這麼多 你在企業管理角度來說 你處理最重要的事情 這是沒有錯的 可是在daily life上面 不一定是這樣 因為 某些事情對你說不重要 可是可能對另外一個人 還蠻重要的 你排在100名的這個to do list 可能是另外一個人的top list 所以 對於企業管理來說 我集中火力資源去處理 最重要的事情 這是沒有錯 可是對於一個生活 或是對於我們的quality of life來說 不完全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剛剛講說 有些事情你always 就是說你可能很在意 可是他永遠排不上 這個政府的優先順序 因為他永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注意 可是這件事情就不重要嗎 這很難說啦 很難說啦 所以我覺得我們 我覺得我們做這麼多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都會問說 你募到多少錢啊 房子多少人啊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真的不是重點 而是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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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機制 其實他是補足了某些程度 某種程度上補足了 傳統的不足 因為 如果沒有這樣子的機制的時候 有一些事情他永遠不會發生 永遠不會發生 那 可是問題是這些事情發生呢 就會改變世界嗎 也不一定 可是我覺得他會讓某些人變得比較快的 那我覺得說 我的目的永遠都不是說去 幫助這個 幫助誰賺大錢 或是幫助我賺大錢 因為 你說錢那麼多要幹嘛 人活在世界上 你賺那麼多錢要幹嘛 對啊 你生活 你不要餓肚子 不要餓死 可是問題是說 如果說 每一個人都可以多賺一點點錢 或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多快樂一些 我覺得台灣會更好 其實 這個施力其實是從 因為 FindV是 這個 我剛說從30歲到40歲 其實 算是 我們 現在 我覺得這個FindV是我的起點 開始做FindV 因為我說 真的開始做FindV的原因 其實是 就蠻好笑的 因為不知道我幹嘛 所以我剛講的非常多事情都是 做了之後 從這個 來提案的人身上 或是從群眾上面 我們感受到的事情 慢慢慢慢 慢慢 學到很多東西 那 到了大概一三年一四年的時候 就那時候在想 FindV 我們其實只能解決某些問題 它不是萬靈丹 我們解決某些問題 可是延伸下來我覺得從 再往前往後一點都還有可以做的事 所以 我覺得施力扮演兩種角色 那我先講比較容易理解 因為 舉例來說 我們FindV 募資之後有很多產品 從科技的產品 到服務 到也有食材 那 他們募完資金之後 他們可以去deliver 可是 因為FindV只做募資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募完資金之後 往下一段走的時候 那 FindV就沒有什麼參與的角度了 那 所以其實我們 某種程度上 如果說我們希望陪著他 一路往前走的話 那我們必須要提供不一樣 相對應 在那個階段 可以用的服務 或是工具 那我覺得 所以很多的 包括育成中心啊 或是 像是Corking Space 也是可以在那個階段 讓他們來運作 可是我覺得 很多人已經在做育成 或是提供這個Corking Space 那我想做的事情 比較是反過來 就是說 在你在 因為你 你 FindV募完資金之後 在那個階段 你只是一個 概念的型素 跟一個 Prottype 一個圓形 距離真正的business 真實 但是 可能還有一段距離 中間是需要驗證的 那我覺得 因為我們是一個實體空間 那我們實體空間 我們就覺得 也許我們可以變成是一個實證的過程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個空間裡面 從硬體到軟體到服務 到食材 都會盡量的使用這個新創的服務 也就講簡單一點 其實我們 這個空間的營運者 我們是所有新創的服務產品的客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 很多人都講育成 都是希望說去當這個新創團隊的導師或業師 那因為我本身自己不是一個好學生 因為我真的不是好學生 所以變成說 我相信我也不想當老師 而且說真的 其實在所謂創業的過程中 其實因為理論上 你應該要很focus 你自己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幾乎所有初創期的Founder 其實都是很固執很頑固的 就是別人講什麼你聽不太進去 你聽了進去是你本來就懂的 或是你本來就認同的 所以你如果不認同的話 你不管人家講什麼 你都很難改變你的想法 所以你與其去當老師去Lecture 那我不如當客戶 因為不管如何客戶最大 客戶的回饋你要聽 所以我當你的客戶 那我就希望說我可以盡量使用這些新創服務 所以包含我們的Wi-Fi的應用 Wi-Fi系統 然後包含我們的音響系統 包含我們的監視系統 包含我們的餐廳 餐廳也是Stop 然後包含我們的打掃公司 也是新創公司 然後包含我們的食材 從牛奶到梅子汁 包含很多的 而且我們不排斥 我們盡量未來持續使用 那因為 我們在運用這些新創的硬體軟體服務的過程中 因為我們是使用者 我們也是客戶 好或不好我們感受很深 所以我們就會跟他做feedback 那如果他改善呢 對我們來說是好事 對他也是好事 所以其實我們是合作的角色 我們付費使用你的服務 而且你也願意去upgrade 而且我們還有可能 共同研發新的創意 所以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有機生長的環境 所以為什麼叫失利 就是說 我們希望我們提供陽光空氣水 然後呢 我們是一個 具有多樣性的生態系 可是到底這個環境上面 長出什麼樣的動物或植物 是美麗的蓮花、荷花還是一堆雜草 其實我們不主導 為什麼呢 因為生態環境就是這樣子 只要這個環境夠多元 我覺得就是健康的環境 那 當我們的載體不夠大的時候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長出很動人的花朵 可是至少可能這個生態系統是自給自主的 那我們如果說運氣夠好的話 轉動得更大的話 搞不好這裡面會長出 不錯的、有趣的創意 最後變成是一門不錯的生意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過程 那在實證上是這樣 它是延續這個Flyme Video之後的下一段 可是因為是獨立的團隊 所以變成說 我們會盡量採用Flyme Video的產品或服務 但是我們也會從往外去outreach 去看說有沒有適合這個空間所需要的產品或服務 那再往前 更早的 因為其實Flyme Video比較像是從零到一 就是我們幫助這個很多idea 從驗證它的想法 所以變成要取得第一筆資金 所以它比較像是從零到一 那 私立我們還希望再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更早期了 就是更上游了 就是說 怎麼從負一到零 概念就是 因為能夠在Flyme Video募資的 其實你就是已經有一個很 至少是具體的想法 可是有時候 你甚至連想法都沒有 或是你只有想法 沒有具體的這個project 所以 我覺得因為我們在講 因為我們現在做了很 我們現在在做 因為我們在過程中 而且又剛起步 所以我沒有辦法像Flyme Video一樣 舉出很多的案例說 我們怎麼做怎麼做 所以在溝通 尤其是這麼早期的 所以我通常比喻的 就是我們這樣子一個六層樓的空間 那我們到底在幹嘛 很多人說我到底在幹嘛 我說我一二樓 我地下室活動空間 一二樓開餐廳 三四樓我們預計要做這個清練旅館 聽起來就是一個很purely 就是一個很純粹的商業空間 可是包含我們連咖啡廳旅館 全部都是stop 所以這個實證的部分 是我們盡量用清創服務 可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們在營運的空間 到底要營造什麼氛圍 因為很多人都在談說 尤其是從事創意產業的人 都會談 到底創意能不能管理 創意能不能管理 是所有做創意的人 包括音樂 包括電影都會談的事情 因為只要代表資方 都會認為創意可以管理 但是這個勞方 創作方 都會認為創意是不可管理的 這永遠都是一個 你知道就是這個 資金方跟創作方的這個 拉扯的事情 因為 你 你在站在資方 投資人的角度 你說不能管理 他不可能資金是無止性的投入嗎 所以我會認為 我的論述是這樣 就是說 這個 創意的 創意的執行可以管理 這就是FindV一直在做的事情 因為創意的執行 落實到專案的執行 只要他落實到專案的執行 就是專案管理 所以創意的執行可以管理 然後呢 那FindV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怎麼樣盡可能把創意 轉化成一個可以執行的專案 因為你成 你變成一個專案才能夠去募資嘛 那可是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創意的孕育是無法管理的 靈感呢 出現是沒辦法管理的 所以 所以 所謂的創意要發生 其實 我覺得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是 把氛圍營造出來 所以 氛圍的營造 是很難 也很重要的 那其實我們 已經開始有些初步的成果了 那我覺得至少在師弟這邊 我們大概會 我覺得至少會focus成兩年 兩年左右 然後呢 在這兩年我們來看看他的 成 他會長成什麼樣子 那當然在這兩年當中呢 我們會去探索一下 有沒有可能開 在另外一個形式的空間 因為空間我覺得是有趣的 可是 會不會是完全複製 我覺得也不會 而且 我覺得 師弟不是獨立 師弟是獨立存在 可是他不是 不只是獨立存在 因為他有了這個線上的FindV平台 還有其他的我們的一些partner 所以其實我覺得 到了下 如果說要再找下一個點的時候 那我覺得我們 always不排斥 可是 他是什麼形式 我說呢 現在我也還不敢 講不清楚 因為我們 整個過程都還在探索階段 因為我覺得創造就業 創造事業 他都不是 他都不是單純個人的事情 所以 我覺得啦 某種程度上其實 其實他是 你不太可能是 毫無理念的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理念蠻重要 就是你的回到初衷 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那 我覺得回到初衷 20到30歲 說成當時不是想創業 說成就是 因緣際會 被 被推著走 那 因為已經 有了一個平台 有這個機會 我們就去嘗試 其實那是一個 被推著走的過程 那但結果 還可以 還不錯 所以說我覺得是幸運的 那到30歲到40歲 你想夠多了 想很多了 可是問題是說 難道就真的知道未來會變怎樣 沒有人知道 那我只是覺得說 在 在 因為有些因緣際會的機會 然後我感受到我覺得 某種程度上我還蠻希望 去改變一些這個環境的問題 那可是問題是說 我的能力還是有限 所以 我覺得說我是 就是 在我的能力範圍以內 去做一些我覺得 相對有意義的事情 可是問題是 我也不可能就是 讓自己餓肚子 我還是得要去賺錢 我還是得要去想辦法 把我在做的事情變成 一個business model 讓他至少不要虧錢 讓他可以自給自主的往前走 那如果說 我們 這樣子幾個事情都在一起 有機會創造一些改變 我覺得是 我會覺得蠻有成就感的 如果沒有 至少這些公司 都不要倒 因為 每一個 每一個環節 他都可以 他都有一定的 他都有一定的這個 意義在 那我覺得 如果說 可以讓他長久經營下去 也不是壞事 那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不是說 創業對我 因為他不是對我而已 我覺得說 我在做的事情 我覺得 某種程度上 我覺得其實是 回到初中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就是 還蠻有成就感的 就是如果他可以 他可以創造一些改變 其實我覺得還蠻有成就感的 那至於說 這個改變 我在這個改變當中 我是主導者 還是我是配角 其實不重要 是 我覺得 你 可以 做 做